女性执政者谁能算一流 大家觉得一流的女性执政者应该都有谁 冯太后肯定一流 这个没问题 那邓隋应该也差不多 萧太后应该也可以 女后算不算一流 咱就得讨论一下 因为刚才说的那几个人啊 冯太后 邓隋 萧太后 他们是德才治兼备的人呢 女后的德明显就拉胯了 马皇后不能算吗 马皇后没治过症 咱们说是执政的 敏八字 大家觉得能算一流吗 好像是不是差点 刘娥好像在治国才能上差着点 看来无可争议的一流太后 一流女性执政者吧 北魏冯太后 萧太后 然后还有邓隋 慈禧 虽然我一直说 不应该像现在这么个黑法乱黑 但是你要说她还是一流的话 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 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 邓太后不太行 那个文帝的皇后 景帝时期的太后 汉武帝的太皇太后 斗太皇太后 他算不上一流 斗太后连二流恐怕都差着 刘娥我看应该能算二流 武则天二流 孝庄呢 我觉得也不太算一流 旅后你要说旅后二流 那肯定没问题 旅后在二流里 也得是靠前的 敏太后肯定是能进二流的 敏太后在二流里 也是比较靠前的 高太后不错 高太皇太后 折宗早期执政的 他其实是确实起到了 拨乱反正的作用 如果按这条路的走下去 北宗不至于那样 慈禧算二流电底守门员吧 也差之不多吧 二流电底 你要说慈禧是三流 他在三流里也得是上面的 三流太后其实就很多了 东汉那个窦太后 就是三流 还有东汉后面那几个 所谓东汉幼儿园 那几个太后都是三流 这种三流的人物啊 他们自己首先无能 也没什么道德理想 都是靠父兄 纯外戚帮他执政 赶上个好外戚 可能还能稍好点 但是外戚在很多时候 都是不咋地 再说说垃圾太后 三流以下的 贾南风 是吧 没问题啊 胡太后 北魏的胡太后 赵姬 赵姬也挺烂 只是赵姬造的货没有那么大 朱战基的第一个老婆 孙若薇 就是汤薇 他这样的可以算到三流里 历史上的三流太后 经常就是那样 隋文帝老婆 独孤家罗 他没执过证嘛 而且独孤家罗 说他不入流 也有点过了 独孤家罗 在有些方面也还可以 王权相见 哎 五江可以算上 不入流 王好点说也是三流 也是那种闯祸的祸 唐德宗把国都丢了 和明宝宗比如何 我对唐德宗的评价呢 是不咋高 但是怎么着 也不至于跟明宝宗 能相提并论 明宝宗大伙都知道嘛 也不用细说 唐德宗呢 他确实也造下一些货 国独几师 天子几逃 他也占一项嘛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唐德宗啊 他的目的还是为了国家 为了江山设计 宝宗就是纯粹 已经都把图一乐 去玩了去了 那肯定不一样 唐德宗这个人呢 能力平平 自视过高 咱就说唐德宗问题在哪吧 唐德宗呢 认为自己非常聪明 在史书上啊 经常有过这样的对话 就是大臣 比如说李毕 愿他 说呀 现在有臣子提点什么意见 您不听啊 唐德宗经常是怎么回答呢 我没有不听啊 但是我每次 一反问他们 他们就都说不出话 被我问住了 意思就是我是对的呀 他们是错的呀 所以我不需要听他们的呀 然后李毕就讲啊 您是个皇上 人家大臣提点意见 你还去反问 还去结问 那大臣还能跟你讲吗 那底下人还能跟你再说吗 不可能了 不能跟老板抬个硬对呀 家境也是这样 底下人上个什么书 家境在里面跳毛位 你说 这个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问你 你说国库存言怎么怎么样 那你有什么证据 你是听谁说的 详细到来 结果呢 是什么呢 你要不详细到来 你要跟家境认错 我是了解不周啊 皇帝盛名啊 那你的结果可能就是被揍一顿 你要是详细到来 我这有什么什么依据 我有什么什么史料 首先你必死 你家人基本也会死光 就是这样 那唐德宗呢 他倒不至于 但是 有几个大臣 还能天天跟皇帝那么抬杠 就算是魏征 到唐德宗的那个年代 说几次他也就不说了 这就是唐德宗 自事故高 其实能力平平 但是呢 从另一方面讲啊 唐德宗还是挺有责任感的 他是非常想彻底解决藩政格局 把唐朝呢 恢复到安始之乱前的状态 唐德宗呢 就是至大才疏